2001年,由于911事件和美国互联网套目破裂,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,将基准利率从6.5%降至1%,并在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期间保持1%的超低利率撑达一年之久。 以此刺激经济发展,在低利率环境和金融创新的共同推动下,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市。 居民疯狂借贷买房,在投机狂热之下,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商业利益,纷纷降低贷款标准和审查条件,发放了大量刺激抵押住房贷款,也就是给信用较差,收入较低的人开放的贷款开始堆积泡沫,导致2001年到2007年,美国房价以平均10%的速度上涨。 2004年6月之后,美国为了对抗通货膨胀,17次提高利率,至2006年7月,联邦基金利率从1%上升到5.25%,持续降息、升息,造成了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,买下了危机的隐患。 2006年,美国房价开始下降,利率的升高,房价的下跌,使资金状况欠佳的次贷监款人,越来越难以承受房贷的负担,纷纷违约,停止还贷,开始让次贷公司出现亏损。 到2007年4月,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,新世纪金融,申请破产保护,次贷危机爆发。 2008年9月15日,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,由于暴露出从次贷相关的巨额亏损而破产,国际金融危机正式爆发,也就是08年经济大衰退。 那时还没人知道,这次危机将让大洋彼岸的中国楼市进入狂奔时代。 大家好,我是在地产写过五年PPT的新人UP主白子轩。 从本期视频开始,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中国楼市的三次狂奔和一个独流。 第一次狂奔是从2009年到2013年,第二次狂奔是从2014年到2019年,第三次狂奔是2020年中旬到2021年中旬。 图上2018年之后的数据不放是因为2018年之后的数据没有意义,原因我后面会说。 从这期视频开始,我会说到很多比较敏感的内容。 我能理解大家苦房价久矣,忍不住要喷他的心情,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控制一下情绪,冷静讨论。 房价的问题必须要解决,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冷静下来客观全面的认识问题。 这个系列视频的最后一期,我也会详细说说未来地产的变化趋势,给大家一些建议。 言归正传,我们开始。 自从中国特色房地产模式和三架马车搭建完成之后,这套经济体系开始了良好的循环。 从2004年开始,中国经济的发展让最早积累了财富的一批人进入城市购房,带动了全国各地商品房房价的上涨。 2004年全年,全国平均房价上涨了15%,根据戴德两行发布的报告和央行上海总部发布的2006上海金融稳定报告。 2005年,有54.18亿美元外资流入中国楼市,50%投在北京,43%投在上海,以上海为例。 这些热钱通过四种方式流入上海房地产,其中直接结汇买房的这部分达到了14.15亿美元。 按照当时的汇率折算,大约100亿人民币全部用于购买陆家嘴、新天地、古北等地区的豪宅。 这部分外资占到了这三个板块,当年成交总额的60%以上。 国际炒家,入居中国豪宅市场,在中国房价里起到了类似龙头股的作用,进一步推高了中国房价。 尽管从2003年开始,国家从土地、首付比例、房贷利率等多方面出台了调控政策,但都没能按住房价上涨的势头。 到了2006年,国家终于下定决心打响了正式调控的第一枪。 2006年5月24日,国六条出台,同年7月11日,建设股联合其他五部委下发171号文件, 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,也就是外资限炒令。 通过组合权,限制了国内和国外对房地产的过热投资,并在2007年终于动了炒房客的核心资金成本。 2007年,央行五次加期,并将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到不低于50%,贷款利率上浮至1.1倍,连续三年上涨的房价终于得到遏制。 此时,从珠三角地区业绩降幅,察觉到调控成效的王石又出来说话了。 2007年12月13日,万科主办的《海螺行动2》新闻发布会上,有记者提问,楼市的拐点是否到了? 王石表示,我赞同楼市出现拐点的说法。 此言一出,在地产界引起轩然大波。 所有的同行和专家都认为,王石在扯淡。 当时,GDP增速和居民可支位收入增幅都还是两位数的高增长。 那个年代还是个增量年代,城镇居民都在用劳动产生财富,也获得了对应的财富。 现在是个存量时代,你通过劳动换取了报酬,但是财富集中在了少数人手里。 在那个年代,房价虽然在涨,但是城镇居民收入也在涨,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时代。 所以,当时的业内人士和专家几乎都认为,中国房价还会继续处在上升通道,但王石用实际行动证明,他不是说说而已。 2007年12月,广州万科的各楼盘均出现了大幅降价,降幅平均约为20%,其中,天井花园和金玉蓝湾降幅更是达到了40%,同一时间,降价的还有万科在长三角的多个项目。 万科这种不讲武德的行为,让大义的业主和同行没能闪掉,房企纷纷纷开始降价,多地业主围堵收入部。 当时绿城的董事长宋伟平表示,王石这种行为是为了通过降价,让小房企破绽,方便万科收购优质项目。 宋伟平当年还不知道,即将到来的这场危机,把他推到了悬崖边缘。 2008年9月15日,经济危机爆发。 在全球金融风暴下,我国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,尤其是外向性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从三季度起,我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加速下滑的局面。 截至2008年10月,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增速虽有所放缓,但仍然是增长的。 到了11月和12月,全国进出口总值开始表现为负增长。 11月,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9%,其中出口下降2.2%,进口下降18.1%。 12月,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1.1%,其中出口下降2.9%,进口下降21.5%。 可以看出,9月份发生的金融风暴,到11月份开始,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实质性影响。 三季度,第二产业增长率回落到了9.3%,在本轮经济周期中首次落到10%以下,而到了四季度,不但第二产业增长继续下滑,达到了6.5%的低点。 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开始明显回落,下降到8.2%,外贸企业最先出现倒闭,逐渐向各个行业蔓延,失业潮从沿海城市蔓延到全国。 全球金融风暴已经严重冲击了我国的经济。2008年四季度,全球经济显著下滑,正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,这场危机来势之猛,扩散之快,影响之深,百年罕见。 中国经济增速从年初的两位数下降到仅有5%,信心严重受损,预期普遍悲观。 2008年9月3日,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发生前两周,杭州万科对百路军东等四个楼盘进行降价促销,最高降幅有40%,这次降价一直持续到经济危机。 前一天,大量老业主打杂售楼部,围堵杭州万科办公地点。 那时候,同行虽然对万科的带头降价感到业绩压力,但人对楼市有较好预期,跟风降价的楼盘并不算多。 但随着经济危机蔓延,沿海全市居民失业率上升,收入下降,购房者逐渐减少,房企降价行为蔓延开来。 万科的墙袍为自己保存的业绩。 然而,人性就是买涨不买跌,持续的降价让市场进入了恶性循环,出口下降,企业裁员房市低迷。 此时的中国经济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,就会有硬着陆的风险。 2008年11月5日,中央发布了《进一步扩大内需,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》的国师条, 从投资、消费、信贷三大层面进行直接的扩大内需动作。 投资中又主要分为基建、民生、企业降负。 最需要大家重点记忆的是这一条,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,这里埋个伏笔。 简单说一下国师条的逻辑,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公司投资基建项目提供就业, 给刚经历下岗潮的农民工们提供岗位和报酬。 有了报酬之后,进行消费、扩大需求、消化过剩产能。 同时,被降负的企业在更宽松的信贷支持下扩大投资、提供就业,进一步提高消费能力、扩大内需。 再加上当时宽松的信贷环境,银行只要是个成年人就让你办法,提供了大量的消费贷促进消费。 2008年9月16日、10月8日、10月29日、11月27日、12月22日,央行连续5次降息,累计降息2.16%,力度至空前、频率至密集,令人震惊。 要知道,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时候,我们也只是降息了0.3%,可见当年的货币政策有多宽松了。 另一方面,温老在巴斯危机中说过,08年开始,国家通过新农村建设,鼓励农民生产销售农产品,提高居民收入,并且在2010年将出口退税13%,转为农民购买消费品折扣13%,靠广大农民强大的购买力,买买买,扩大了内需,扩大内需消化产能的循环就构建起来。 同时,我国在国外积极将廉价商品出售,同步消化产能,产能过剩的风险就这样被消除了。 但是,没有政策是一劳永逸的,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,如果缺少强有力的监管体系,就会发生动作变形。 基建的工程费也好,群众的工资也好,企业的补贴也好,整个国事条的推进需要大量的资金。 这些钱从哪来? 这些钱是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公司用土地向银行借贷得来的,这恰恰为后来的困局买下了伏笔。 国事条和国际贸易的双循环让群众手里有了钱,当群众手里有了钱,就会去消费。 消费完了,剩下的钱用来干嘛呢?炒股吗? 2007年11月到2008年10月,上证指数从6124点跌到1664点。 历时12个月,最大跌幅达72.8%。 群众对于股市已经没有了信心。 恰好在10月份,国家发布了楼市旧市政策。 2008年10月12日,一系列旧楼市的政策出台。 11月1日起,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以下普通住房,汽水下调到1%。 免征印花税,免征土地增值税。 首次购买住房和改善性普通住房,提供贷款利率7折优惠,最低首付下调为20%。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同时下调。 5年期内和5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分别下调0.27个百分点,分别为4.05和4.59。 现在,首套房首付一般都是三成期,首套房利率基本在5.88上下。 可见当年的政策有多刺激了。 同时,地方政府可是需求制定特殊政策。 比如,杭州发布了旧市24条,直接规定购买100万以上房产的客户可直接落户。 一下子引爆了杭州楼市。 在政策的指导下,刚经历过股灾的中国群众只能把钱投进房地产。 然后,我们就看到全国住宅均价上涨25.1%。 全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都在那两年里翻了一番。 就拿前不久启动旧市的郑州来说,2008年,郑州全年均价3,960元每平米。 到2010年12月,已经涨到了6,493元每平米。 更不用说寸土寸金的陆家嘴,从2009年开始直接起飞。 那些本来没买房的群众看到房价暴涨,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购房大军。 毕竟,房产本身是财富的一种。 谁都怕自己在发财这件事上慢了。 这个现象在我们业内叫做恐慌性置业。 这个名词在第二次狂奔还会出现,能买得起的都买了,买不起的创造机会也要买。 于是,那些本来连20%首付都付不起的群众通过消费贷等各种金融工具套出来首付,空手套白狼进入楼市。 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,还有人通过汇率,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大量境外资金,兑换成人民币,进入北京、上海等地坐庄炒房。 这个操作我就不详细说了,想了解的同学可以去看傅鹏老师的视频。 当年,恒大雄心勃勃准备上市,却受经济危机影响,资金链断裂。 在大家都认为,徐老板熬不过2008年冬天的时候,这一系列救世行为把恒大救了回来。 只是,高杠杆的恒大并没有吸取教训,13年后它还是爆雷了。 楼市的狂热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复苏。 国市条扩大内需的循环,让中国经济顺利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,成为世界上最早走出危机的国家。 国市条为后来我国支援世界经济复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,但是困局的种子同时深耕发芽。 上期我们说过,分水制让中央汲取了财政收入,地方的财政面临压力。 1995年,颁布的老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债券。 地方政府又不能直接和银行贷款,又要发展城市化、工业化,又没有获取资金的渠道可及化的地方政府。 这时候,城投公司的运作模式让他们看到了答案。 1998年,国家开发银行和安徽吴湖合作。 吴湖成立城投公司吴湖箭头,将八个基础项目打包,向国开行借款10.8亿。 这时候,吴湖要还债,还是靠作为预算的时候专门安排的偿还基金,完全靠地方财政的发展预期作为背书。 自2002年,全国推行招牌寡之后,吴湖箭头可以用土地出场收益作为还款保证。 2003年,国开行和天津的合作,开始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还款来源。 我们今天看到的城投公司的运作模式就诞生了。 那么,这套模式是如何形成困局的呢? 地方政府成立城投公司,城投公司将土地抵押给银行,银行通过评估土地价值发房贷款。 城投公司拿到贷款之后进行基建,基建提高土地价值,推高房价。 房价上涨使得开发商为了拿地,还高土地价格。 土地价格提升后,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偿还到期的本金和利息。 同时,土地价格的抬升提高了银行的评估价格,城投公司可以获得更高的贷款。 这个模式就闭还了,这就是土地金融。 在这个模式中,最重要的是哪一点?相信弹幕上已经有人指出来了。 土地价格 要支持这个模式不停地滚动,土地价格就不能降下来。 一旦土地价格下降,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就会提高。 从2008年开始,地方政府债务激增,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形成了路径依赖。 与此同时,同步提升的还有居民部门的负债率。 为什么居民部门负债率会提高?原因在上期视频中说过了没看过的去补下课。 和城头公司杠杆,居民部门杠杆,同步激增的还有房企的狂热。 在火热的楼市环境下,上头最严重的不是王石,不是许家义,而是最重视品质管控的宋卫平。 宋卫平时代的绿城,以极高的产品品质和物业服务水平拥有极高的溢价能力。 幼儿园话一下,就是同地段,同面积段的同等产品。 绿城比别家卖得贵并且卖得好。 有出色的产品和服务作备数,绿城一路上扬,在2007年销售额破百亿。 宋卫平定下绿城销售额,在2008年翻一翻的目标。 结果,经济危机的来临,让绿城仅完成了151亿,并且由于前两年拿了一大波高价帝王。 绿城负债率高涨至140%,在市场降至冰点导致销售下降。 项目面临亏损和高负债率的双重压力下,绿城来到了悬崖边缘。 宋卫平如盲在背,但没过多久,杭州发布了924条,主要货储都在杭州的绿城。 随着2009年,杭州楼市的火爆来到了行业第二的位置。 销售额529亿,跟第一名的万科只差105亿,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 宋卫平此时已经严重上头,官宣绿城会超越万科,成为行业老大。 如今的我们是知道的,凡是官宣要超越万科的,都没有好下场。 在楼市火热,GDP增速重回两位数的环境下。 2010年1月10日,中央发布了国市一条,限购作为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,首次登场。 还记得杭州旧市24条里,购房款超过100万就可以落户的政策了。 从国市一条之后,要在执行限购城市买房,要么是本地户口,要么按照地方规定,缴纳相应年限的社保。 国市一条同时将二套房首付比例上调至40%。 2010年4月12日,新国市条发布,调控加码,首套房且90平米以上,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30%,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50%,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50%,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.1倍。 按照当时的利率者算,二套房利率要达到6.53%,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的住房贷款。 对不能提供一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保的非本地居民暂停贷款,也就是说这类购房者只能全款买房。 从2010年10月开始,央行四四加息,首套房利率逐渐攀升至7.05%。 一连串的调控给狂奔的楼市踩下刹车,各地楼市进入冰点。 2013年,新国务条发布,楼市调控依然不放松,连续的调控让宋伟平心急如分。 2009年,宋伟平豪置323亿买地,杭州排名前10的高价地款, 他拿下了四个,绿城负债率达到132%。 2011年,绿城资产负债率已经攀升到148.7%,楼市兵等销售下滑,负债高企,绿城再次面临2008年的困境,但这一次没有那么好的运气。 为了挽救绿城,宋伟平先后找了潘石屹,九龙仓,孙洪斌入股,最后又找来了中焦。 但是,中焦带来的去绿城化让宋伟平不得不离开绿城,退守南城,在南城的桃李春风里继续坚持她的产品理想。 从2014年12月23日,中焦集团宣布出资收购绿城的股份开始,绿城的宋伟平时代就逐渐走向终点。 同样,在调控政策下落幕的,还有中国楼市的第一次狂奔。 现在,我们回过头看国市条,会发现它是一个无奈的选择。 在经济即将硬着陆的时候,果断选择刺激,需要莫大的勇气。 国市条有效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复苏,这是它值得肯定的一面。 只可惜,这个政策没有对应的成熟的监管体系。 用如今的话去形容,当年的4万亿就是大水满灌。 从2008年到2012年,中国MR增长近50万亿人民币,没有足够强的监管体系去引导。 这些水不可避免地大量流入楼市,造成了中国楼市的第一次狂奔。 同时,为了通过基建等手段拉动类区,地方政府成立城投公司,用土地抵押给银行进行贷款,背负了太多的债务。 这些债务要求土地价格必须保持住。 2010年开始的一系列调控,让土地市场和楼市一起下降。 土地价格的下降,让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加大。 这就是中国楼市的第二次狂奔成为必然。 请收看下集《激荡30年房地产的公寓过》第三集第二次狂奔。